Boom也用了一个最意想不到的方式 公开了77集part2的预告图 就在前天星期六晚上 DOM哥发布了《时钟宇宙》第40一集 通常这个时候 DOM Studio的Discord 聊天室都会有很多人冒出来讨论和分析剧情 哪里知道 Boom也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在DOM的Discord发布了77集part2的预告图 顿时让所有人的焦点 就从讨论《时钟宇宙》的剧情 转移到了Boom的预告图身上 Boom这么做的原因 不言而喻 当然 这还没完 他随后开始嘲讽DOM 说的话是有那么一点点难听的 然后就顺便回答了一些人在Discord对他的提问 Boom回答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具体回答了几道 我也不太清楚 估计应该有50到60道题目 但是 他的留言过了不久也被删除了 基本上 我是一道题都还没来得及截图啊 只能从一些朋友的手上拿到了一些信息 接下来就来分享给大家看看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看77期Part 2的预告图 然后再来看些好料的 Boom分享了5张预告图 这5张预告图的画质非常粗糟 很明显是还未渲染完成的 第一张图可以看到一个稍微有点扭曲变形的监控人眼罩 我在社群分享预告图的时候 很多人说 会不会是泰坦监控人回来了 很明显啊 这不是泰坦监控人 这是一个大监控人 从他那四四方方的头部勾造就能断定他事了 但有很多人想知道的是 他的眼罩为什么变形了 就像泰坦监控人一样 这个 我也不知道 只能说明 这个监控人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斗吧 才导致眼罩变形 但是 变形的幅度 为什么和泰坦监控人一样 就不清楚 Abum是不是在暗示什么 还是 这预告图也只是个烟雾弹 根本没什么重要的信息 来到下一张预告图 就是警察马桶人半蹲在一栋建筑上面 手上还拿着宇航镰刀 这一次的预告图 终于把他的眼罩给渲染出来了 反正 上一集都看过了嘛 这也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了 目前来看 这张预告图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信息 应该只是在向我们观众表明 警察马桶下一集也会出现 不过 他的身后 似乎有一个非常模糊的东西 根本看不清楚是什么 看样子并不像是马桶人 而更像是什么交通工具 还是飞船之类的 这里就不做过多猜测 直接看第三张预告图 哈 又是个新的预航马桶人 而且又是个光头 Stick 是你吗 嗯 还是Statum 很显然 这不是Stick啦 也不是Statum 我猜测 Boom应该又是使用了战力时空里的人物模型 四号男子 是不是觉得有点像呢 有七号 有九号 当然也要来个四号 但感觉上 这个预航马桶人 应该也只是个跑回角色 一次张预告图 是人形马桶和蜘蛛监控 站在一起注视在前方 感觉前面好像有敌人在等待着他们 但重点是 人形马桶拿着的光剑 竟然变成了红色 第一时间 我还以为它是星球大战的黑武士呢 上一集 人形马桶出现的时候 可以看到 它的光剑是橙色的 毕竟这些都是宇航的科技 然而 现在预告图里的光剑变成红色 这只能有两种解释 第一 画面还未渲染完成 所以颜色出现了误差 第二 人形马桶的光剑可以变色 要用物理来解释的话 橙色的温度要比红色高很多 有可能是光剑使用能量过度 过度的能量损耗 颜色才从橙色慢慢变成温度较低的红色 还有 可以见到人形马桶的右手 宇航炮还是一样橙色的 所以我认为 渲染颜色出现误差的可能性会比较低 至于为什么光剑会变成红色 等正片发布就知道了 第五张预告图 也是最后一张预告图 相信也是目前大家讨论度最高的一张图 这个监控人的头部 两侧有两个枪管 看得出他好像是戴着耳机 身后也有喷漆背包 然后 头部下方那个熟悉的蓝色照明灯 嗯 没错 无双回来了 啊 不好意思 这一个长得像无双的监控人 他真的是无双吗 早前 有个人在discord泄露了预告图里的这个人 就是无双 但后来 已经被证实 这消息是假的 Boom 根本没说过他是无双 试想一下 无双这种重量级人物回归的话 Boom 会这么随便的把他放在预告图里面吗 肯定是在我们看影片看到一半的时候 才突然给我们一个惊喜啊 对 这个监控人 或许就只是新的精英成员 可能就只是和无双长得有点相似而已 要不然 就是老成员进行升级 变成了类似无双的样子 嗯 如果恋爱脑升级变成无双 说不定他就能泡到女电视人了哟 OK 这就是Boom流出的五张预告图 现在来看一些比较刺激的 刚才我说了 前天晚上 Boom在Dom的discord流出了预告图之后 还当场回答了网友的五十多道问题 当天晚上真的是非常热闹啊 不过Dom在自己家 却被登门拜访的Boom臭骂了一顿 他表示自己对T-Rex 也就是Dom 和他所写的剧情表示失望 接下来就是一篇长文 说Dom从来的不尊重原作 像以前他把UFO马桶人变成炮灰那样 不过 现在的剧情 更是对整个Skibili宇宙的耻辱 在这之前 原作的角色在十中宇宙还有一战之力 但突然冒出了一个高潮的多维度十中人 杀了上百个泰坦 还能把整个银河系给冻住 他就这样突然出现了 没有铺垫 没有解释 而且 他还不是十中宇宙里最强的角色 之前Verlance就出了一个让战力全面崩坏的角色 然而 现在又来了一个更不要脸的 Boom和Dom的纠纷 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就在我们以为两人都已经和好的时候 Boom却直接抄家伙到他家破门攻击 这个操作 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我知道 有人会说 Boom会不会太敏感了点 但是 你要是想象自己就是Boom 站在他的立场来想的话 肯定也是会生气的 谁喜欢自己辛苦创造出来的角色被别人糟蹋呢 况且 还有很多在圈外的朋友 没接触过马桶人住宇宙 还以为十中宇宙才是马桶人正史故事线呢 这样的话 也免不了一些圈外人 对Boom原创的角色进行嘲讽和批评 身为原作者 心里肯定也不是滋味 但是 这些事也轮不到我们观众来说什么 大佬们吵架 我们静静就好了 就像我以前说的 我们观众的任务 就只是等作者们更新影片 然后 我们再享受整部影片就可以了 毕竟 Boom和Dom 无论他们谁对谁错 两人都有各自的观点和意见 我们不是当事人 不了解其中的细节 也没有资格去说什么 所以 拿起爆米花 等待影片发布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Boom回答的一些问题 由于Boom的留言随后都被删除了 我也来不及截图 所以并没有完整的QA问答 但是 我接下来要分享的 也算是这些问答中比较重要的了 首先 他有透露的77集part 2 会在4天后发布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星期六晚上 至今已经过了两天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 再多两天 也就是星期三晚上 影片可能就会发布了 当然 距离part 1发布 已经过去了快两个星期 所以就有人问Boom 你最久会用多长时间来制作一集呢 Boom回答说 这不一定 他并不是每天都会制作马桶人影片的 像77集part 2 目前 他只用了4天来制作 Boom说 4天后 他会发布影片 如果77集part 2的时长 是介于3到4分钟的话 那就代表 他平均制作一集 需要8天左右 要是影片比较长的话 就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 这样的速度 对于没有团队的Boom来说 已经是相当的快了 不过 却有个人问了Boom 你说 你目前只用了4天来制作part 2 但是 13天已经过去了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Boom却直接回应 因为我在玩游戏和放松 嗯 我明白这家伙想问的问题 但这样的询问方式 就有点不对了 首先 Boom他没有必要向你解释 为什么那9天的时间 他没有用来制作马桶人动画 他在生活中或许有别的事情要忙 所以 Boom的回答 很明显是在忽悠这个人 但是 就算他这9天 是用来打游戏放松 我们也没有资格批评 而是要感到高兴 因为 Boom不是没日没夜的在制作动画 至少还有放松的时间 而且 玩游戏也不是什么坏事 分分钟 还能在游戏中找到灵感 帮助铺垫接下来的剧情 下一个问题就是 女监控人是不是单身 Boom回答说 70集之后 她就单身了 嗯 这样至少就确定了 无双和女监控人 是一对恋人 然后下一个问题 第13集 那个飞在空中的马桶人 是不是宇航马桶 Boom回答说 是 果然啊 这些没有推进器 又能飞在空中的 就是早期的宇航 看来 宇航马桶出现在地球的时间 已经是相当相当久了呀 要追溯的话 他们第5集就已经出现了 而下一个问题 就有人问了 第1到第39集 是不是正式故事 还是 他们只是做来搞笑的 Boom说 他们几乎全都是正式 会比较简单 但 还是和主要故事有联系 早期的这些影片 都是短影片 每一集都不到一分钟 我相信 Boom一开始制作马桶人的时候 就是纯粹为了搞笑 到后来才开拓整个故事线 不过 他现在竟然没有把以前的影片打掉重拍 而是承认了 他们都是正式 这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Boom肯定花了无数个夜晚 去构思马桶人接下来的剧情 还要把后续故事 和早前的搞笑影片联系在一起 正常人的话 都已经把以前的影片烧掉重拍了 只有Boom这个鬼才才做得到这么疯狂的东西 所以 大家也应该了解 为什么好莱坞大导演会找上他了吧 下一个问题 电视人会发生什么 他们对监控人和马桶人合作有什么意见吗 Boom只回答了一个字 Karma 苹果报应 说实话 这个答案我不太明白 他是想说 接下来监控人还是电视人会遭报应呢 还是 马桶人的出现都是电视人所造的业 所以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和马桶人合作呢 这个我不想深究太多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自行留言 下一个问题 有没有机会可以见到新的阵营呢 还是 这不可能会发生 Boom的回答非常震惊 他说 有没有可能 他们已经出现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呢 哇 这根本就是在赤裸裸的暗示啊 看来之前所做的推理 真的有可能会成立啊 他说的 会不会就是隐藏在所有人面前的 电脑人呢 说到电脑人 又有人问了一个问题 第74集 电视爸爸瞬移的时候 看到长着电视头的那个神秘人 你可以透露他更多的信息吗 Boom回答 81集你会见到他 所以 可以肯定了哦 电视爸爸所看到的这个人 是真实存在的 并不是什么渲染错误 看到自己的导影等等的猜测 要是这个人 真的就是Boom说的新种族的话 没多几集 我们就能见到新种族登场了 当然 这还只是猜测 毕竟 Boom喜欢搞意料之外的东西 等一下 新种族出来的时候 是个微波炉人 那个时候 大家就尴尬了 下一个问题 谁比较强 全盛时期的泰坦监控人 还是升级后的泰坦电视人 Boom回答说 这要看他们打斗时 怎么样使用他们的技能 两人都有几率获胜 嗯 所以在这里也能看出来 Boom并不会突然把某个角色 搞得战力崩坏 相反 每个角色都是实力相当 这样在剧情上至少还能平衡一些 所以全盛时期的泰坦监控人 和升级后的泰坦电视人 他们的实力是五五开的 下一个问题 接下来你对哪一集最期待 Boom回答 77集 然后80到90集 哇 80到90 看来80集过后的10集 肯定会非常疯狂了 到目前 Boom也没骗过观众 他说哪一集劲爆 那一集肯定超级劲爆 现在 他自信满满的说 80到90集 那这10集 我还真不敢想象会有多疯狂 有可能 那时候的战争 已经扩展到外太空了 下一道题 第80集 我们会看到新的 强大的角色吗 还是会有强者回归 Boom说 会 所以 很大几率 我们能见到新角色登场 或是强者回归 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是马桶博士 要是他回归 的确是挺震撼的 不过 还是不要吧 毕竟 这会影响剧情 博士回归的话 第70集之前 联盟所做出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 那些牺牲的人 岂不是很冤枉 说到博士 就有人问了 关于博士的问题 Kleiner 比马桶博士 更聪明吗 Boom回答说 Kleiner和博士 是师徒关系 嗯 这一切就说得通了 所以 我教他年轻博士 也没错啊 一直以来 Kleiner 都是在博士的旗下 学习的 如今 自己的师父 已经不在了 所以 科研的重任 就落在了Kleiner身上 接下来 他肯定会像博士 那样有一番作为 下一个问题 宇航母舰 是宇航阵营的首领吗 Boom回答 不是 简单爽快 所以 宇航阵营的首领 还没露面 现在能确定的 高阶级人物 就是公爵夫人 有公爵夫人 就肯定有公爵存在 说不定 公爵之上 还有女王和皇帝 他们或许就是 宇航阵营的首领 所以 宇航母舰 或许也只是个 巨大的交通工具罢了 下一道问题 我们是否会看到宇航母舰出来作战 Boom回答说 会 很快 他说很快 代表Part 2还是Part 3 我们就会看到了 这个压迫感十足的宇航巨兽 我还真期待 他接下来是怎么打架的 下一个问题 女印象人会在下一集 还是下三集出现吗 Boom回答说 会 嗯 这人纯粹是女印象人的粉丝 下一个问题 第77集 会不会有个观众还没准备好的 巨大的揭露 Boom回答说 一个 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揭露 哦 这让我更期待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揭露 都让大家意想不到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你们的猜测 看看接下来谁猜对了 下一个问题 我们有机会见到 其他阵营 都还是人类的时期 他们更多的回忆吗 Boom说 会 目前 我们只见过 女监控人回忆起 她的人类时期 也让我们确定了 监控人 就是人类变成的 但是 音箱人 电视人 马桶人 我们都还没见过 Boom接下来 会揭露更多人的回忆 也能让我们对各大阵营 有更深入的了解 下一个问题 我们会不会见到 神秘人Boom亲自下场 Boom回答说 会 Boom亲自出面干涉 我们在70级都已经见过了 我觉得 这个问题应该是 有没有机会见到 Boom出来战斗 而不是像70级那样 只是把无双 拉入一个神秘空间 当然 神秘人在所有人面前 出来亮相 这也是迟早的事 所以 Boom这么回答 也是在意料之中 至于它什么时候 才会出现 这个问题 才是关键吧 最后一道题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道问题 能不能让我们知道 谁是整个宇宙最重要的角色 Boom的回答 竟然是宜兹 所以 这个才出现了两集的家伙 竟然是整个系列最重要的角色 我真的对他的身份越来越好奇了 真的是电脑人吗 还是 他是一个我们从没见过的神秘人 他这么重要的话 会对未来的故事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这 就让大家自行猜测了 目前 我所掌握的情报就这么多 Boom应该总共回答了50多道问题 狂想客 又在他的社群分享了一些答案 不过 我没有Discord的截图 所以 就不要放出来了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到狂想客那里看一下 我是丁丁 拜拜